在許總的告別式上 告別式的當下是美農國小的小朋友 他們有來 那也來送許總的一程 那我以為我的衣服去工找什麼 回頭看 有一個小朋友拉住我的衣服 他們就跟我講說 師母要 我們美農要解散了嗎 就問了這麼一句話 我腦中一直轉 我就一直在轉 我說不會啊不會 師母說不會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 以一個家庭主婦的身分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承諾 所以一做下來十年了 太山進衛泉的時候就認識了 應該有二十幾年了 就我們衛泉龍就是員工旅遊啊 就打總冠軍出去旅遊啊 然後就會那時候就師母帶著兩個小孩 他是最早跟師母有接觸到的 他原本是不懂棒球的 以前許總在的時候 他其實也很少去看球賽的 從一開始2014年進入許勝民杯去幫忙他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 他一個什麼都不懂阿嬤 就哇這個他也要做這個他也要做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我說這樣子真的可以嗎 因為我知道 許老師有在弄那個美農燒棒十年計畫 那他過世以後師母也想說 要辦個比賽來紀念他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穿上球衣永不放棄 師母就是延續他這個精神 一坐下來十年了 想要把美農給人家看見 白玉蘿蔔每年的產季就在十月底 十月底到十一月底 這個是大大的一個產季 所以我們都我們許勝民棒球花展協會 就會讓小朋友來體驗 拔蘿蔔 白玉蘿蔔 這個木瓜板 這是排隊的美食 對但是外地人比較不知道 接著下來這是花生豆腐 花生豆腐在美農是他美農的特色 因為他結合了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美農有拔蘿蔔畫紫傘 結合當地的一些特殊文化 所以會讓一些球員他們來參加球賽 不只是比賽 他們還可以去體驗當地的活動 所以會有很多哨棒 他們就會希望孩子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不是只是比賽 還可以去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 在花東有關懷杯 那關懷杯其實有很多的球星 他會去教小朋友 然後會讓小朋友看到 他們想要跟隨的目標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很希望去參加關懷杯 可是其實他是限定在原住民身上 對 那許瑟銘杯的出現其實給了 沒有辦法參加關懷杯的小朋友 另外一個機會 就是他們可以來參加許瑟銘杯 那他們可以一樣看到 他們想要看的球星 然後可以聽這些球星 教他們怎麼去打球 怎麼去保護自己 去得到很多的知識 所以許瑟銘杯 我覺得他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固定好在這個地方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他的棒子是 這樣下來 教練叔叔叔 哥哥講的 這邊要處理 後期的話你會放 會打到哪裡 對 對 你是不是要往後推 他下去是打到哪裡 對啊 固定 很好 這樣好再打 很好 因為美農的掃棒 一開始並沒有很強 那要出去跟人家打比賽 可能一場兩場就結束了 那也不可能有什麼機會 跟國外的球隊交流 然後所以我們這個比賽一開始 是希望說讓這些偏鄉的小孩 即使沒有出國 也可以讓他們跟傳統的名校 甚至於國外的球隊 來切磋球技 我想對到韓國隊 因為聽說他們是那個 國家代表隊 因為我們想把他打贏 很想打贏他們 好打 不要讓你們分數差多少 不管 習春天 認真 國外比深一點 好 一年一年過去 到今年其實習春天被十年了 你會發現 就是從現在你再跳回去看 其實他真的成長了很多 你很難想像就是 人到這個年紀還會在進步 在成長 他變得什麼都會 辦比賽他也會 然後一些就是 球場裡面要邀請球隊啊 球員要注意什麼啊 所有東西他幾乎都了入執掌 對 這是我覺得很 很佩服的啦 對啊 就從一個大家講得滿外漢 然後到 你去看到他什麼東西都會做 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對 辦比賽以來 從來沒有遇見過的 一個天氣的狀況 大家集合在這邊 商討要怎麼用方 最公平的方式 那取得大家的共識 包括所有的雨賽的教練 他們能夠諒解的 那一年真的也是颱風要來 所以雨很大都積水了 也沒辦法比也沒那個 那所以那一年遇到的困難 真的是還蠻多的 對 好 還好許聲明跟我上過課 真的真的 因為之前因為我不太會看棒球 那後來是有時候在看那個 那個比賽 國際賽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他就會很有耐心的跟我講說 這個就只是給你這個 不是球迷的人 來 聽好了 那一年真的也是颱風要來 所以雨很大 那一天回到飯店 我換了一下衣服 我叫了一部計程車 我直接衝到徐生銘的塔位 就跟他敲那個塔位 我就已經有一點任性了 我已經不管什麼禁忌不禁忌了 因為我已經很傷心了 我說真的 我快撐不下去了 而且現在才第幾階 你這樣子對我 那一天我就跟他講說 明天會不會好天氣 我說你要不要給我行筊 你要不要給我行筊 我就拿掏了那個錢幣 我就掏 結果是真的行筊 那我就告訴他 結果是行筊 結果隔天真的好天氣 快掉了 已經不能走了 剛剛是來 那這個 吸水暴漲 真的是 滿可怕的 正在抵達尾瑜坐車的 自由我小 好 所以你們這一些球褲是 球褲有比較舊的是前面 前面買的 留下來的 然後我們有一些經費也有買 然後也有一些 比較新的是贊助的 師母小心 東西我是覺得應該夠啦 孩子有珍惜的話 三五年都可以 很缺人 大家都缺人 蔣美也是跟我講 師母我們很缺人 我說那靠你們自己去生產 沒有辦法 對啊 來自由國小 來自由國小會選這個地方 是因為做偏鄉醫療 只要是偏鄉醫療照顧不到的 我們都盡量去照顧他們 協會的宗旨是這個樣子 請出話好不好 好 你請說 我真的比講之前還帥 他說我比講之前還要帥 是真的對不對 正同的請舉手 我為什麼用印象特別深刻 是因為總教練是女生 那再加上五個小女孩在打棒球 就把他們覺得說 這群孩子我覺得 很需要得到關懷 我的心也很溫暖 如果還可以得到大家的幫助的話 我會願意繼續為這些孩子再做補助 其實當初她有跟我講說 如果我退休 我求戒退下來以後 我很想幫偏鄉的孩子做醫療 換吃了嗎 吃了喔 好 在手肘跟肩膀這兩個地方的傷 你一定不能輕忽 可以嗎 所以等一下呢 我要請你們喔 只要肩膀跟手肘還在痛的人 你一定要讓我看幫你看 可以嗎 我常常跟許之母說啊 說 你每次都幫我帶到我這輩子都沒有來過的地方 整體的感覺就是 喔原來台灣之光 是與有更多的基層的小朋友是需要照顧 而這需要照顧的話 可以從我開始做起 這個是我對整個活動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體會 他每年四五月那個時候 他就會開始焦慮 心情很不好 因為募不到款 然後開始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但是每一年他都有辦法把這個事情做到 以前我們在關懷杯的時候 是我們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然後如果去募款就是有很多的球星 帶我們到處去拜會 那時候的球星歷屆的理事長 他們那個時候都會一起去 那師母就都一個人 我就覺得他好厲害 他一個人可以募到這個杯賽所需要的費用 其實師母會有點像自己的媽媽 你就看到自己的媽媽那麼辛苦在做一件事情 就想要就是覺得自己好像 想去幫媽媽去完成這一件事 對我們的志工其實我也很感動 那他們的組成有很多來自各行各業 所以他們會把他們的專長可以幫到的部分 他們就是會注入進來 專業攝影師啦 那在交通部分 那有些他們就是很清楚地規劃整個交通動線 我覺得在很多人的幫助之下 至少在這十年裡面我拓展了我的視野 我的人際關係 接了這個徐生銘棒球發展協會 雖然是不一樣的工作 等於是我要跨出去做很多的未曾做過的事情 那但是問題是這個東西讓我留下 在我的人生經歷裡面 留下了滿美的一頁 我十年來我真的我自己給自己加油 那還有哭一哭以後 就會大聲地喉一聲 謝榮堯你可以的 你是女漢子 是有挫折有疲累有各方面的 但是這真的是豐富了我後半人生 看書看到最後面才是我比較精彩的集 也要不然太平緩了 謝謝上場 對 師母很辛苦 但是不管第十屆結束是十全十美 圓滿告一個段落 還是說繼續辦下去 我們都支持師母 跟師母說 就是堅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你覺得這是對的事情其實就OK了 師母 我們都在喔 你難過的時候會有人講笑話給你開心 不要想那麼多 你的後面有一大群肚子很大的靠山在靠著你 如果有繼續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下去 我們也會繼續支持您 那我希望在這十年之後 我希望看到的是 師母能夠有多一點笑容 那希望她能知道我們都是她後面的力量 會全力支持她